1901年智利火山岛 贪婪的羊群啃食着青草皮 麦克南中尉用猎枪驾驭着奴隶 其中一个粗心的奴隶搅断了胳膊 他本以为只要不停地求饶 就会得到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 可是麦克南的枪主告诉他 他最后的劳动价值就是滋养土地 对于家常便饭般的生吞活泼 混血赛多早就见怪不怪了 只有在食物的滚烫中 他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夜幕将近 麦克南开始汇报啃荒工人的情况 可在梅先生眼中 他们的性命还不如自己的羊群 在波维尼尔 还没有顿悟当下生存法则的印第安人 砍断围栏 像野兽一样吃掉了梅先生的绵羊 于是 心如刀割的梅先生命令麦克南 为他的羊群 开辟一条直通大西洋的安全羊道 实际上 是要他带着枪 去突进那些惹人厌恶的土著 男人钱财与人消灾的麦克南 一口印下这份苦差事 不过他需要一个助手 混血赛多 因为枪法出神 被麦克南挑走 就在两人准备出发时 梅先生带来一个雇佣兵比尔 对于之内的奴隶赛多 他有些质疑 麦克南赶忙解释道 他是一个枪法不错的向导 但梅先生还是将信将疑地指着比尔 他在几英里外 就能闻到印第安人的味道 看着梅先生不容拒绝的口气 麦克南只好带上比尔一同执行任务 连山踩踏着褐色的平原 三人骑马踏上远行的征途 比尔突然搭话 他与中卫的处置风格不同 对于同行人赛多 他很是芥蒂 因为混血通常都没有坚定的原则 他们可能会在另一半印第安人血液的怂恿下 干掉另一半族群 远天如同裂开的玉匪 在河流中抓鱼的赛多一满而归 可坐享其成的比尔却说 这样艰苦的旅程更适合吃红肉 麦克南毫不客气地起身 拿走他手中的白肉 比尔又说 在吃饭的地方扎营很危险 因为印第安人擅长追踪 一不留神就会葬身于睡梦中 可麦克南却强硬地说 所见之地都是梅先生的囊中物 印第安人根本没有嚣张的余地 赛多也友善地提醒麦克南 在齐罗哀岛 牧师教导人们不偷盗 尊重伙伴 可是他们从不学这些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上帝 麦克南却义正词严地表示 自己才是有真本事的牧师 在狭长的安蒂斯山脉 麦克南遇到了阿根廷的罗西奥队长 他正在陪同一名科学家 测量致力于阿根廷的边境 在这难得和平的氛围里 男人们开始卖弄威力 互相较量射击 掰手腕 拳击 而这种释放野蛮力量的活动 却慢慢发酵成了好生的欲望 一群人围着篝火静坐 对于梅先生的名讳 科学家有所耳闻 但他好奇 智力到底给了他多少土地 听着麦克南口中 花三天才走完的土地 他觉得充满的荒谬 边界的两边都归属于梅先生 为什么就不能容忍 中间地带的印第安人 科学家认为 一个国家的钱 应该花在刀刃上 比如接纳印第安人 并送他们去接受教育 而不是一味地排斥他们 将白花花的银子 用在修建羊卷上 培养科学人才 建设国家 远远胜于 砸钱拉军队 镇压无辜的种族 麦克南询问罗西奥 在哪里能找到更多的印第安人 罗西奥无私地告知 一直往前走 穿过一片森林 就在翠木眼影之下 在近湖般的马眼中 赛多仿佛看到了自己 或许那里面藏着一种身份认同 在一根枯木之下 三人稍作休息 麦克南闲来无事 问起赛多 如果有钱了会怎么挥霍 赛多真挚地说会买一匹马 可麦克南却不屑于他的志向 在岛树遍地的路上 比尔极为反感麦克南的歌声 便质疑麦克南 将混血带在身边 只会搞杀一切 可是 枪在麦克南手中 他拥有着绝对的领导权 在五花山色中 赛多劈开原木 坐寒夜里取火的影子 当麦克南与比尔 憨声大作之时 赛多却被两匹金马引起注意 他警觉地查看四周 只见黑压压的夜色中 站着一个身着图腾的印第安人 对方一动不动地凝视着 惊恐又不明所以的赛多 第二天行路时 比尔告诉麦克南 所以他查看躁动不安的马儿时 却不见赛多的身影 还没等到麦克南发落 远方的催烟就引起了三人的警觉 麦克南没有打草惊蛇 他决定摸清对方人数后 再趁着防备松懈的黎明时刻 包抄过去 塞多闻此 心情有些复杂 可是晨雾已经开始弥散 三人悄悄地摸进 印第安人的居所 一声声枪响后 印第安女人的惊呼响彻云野 神枪手塞多 咬着牙趁着天空放枪 他必须要打消白人的疑虑 同时也算为同胞们 鸣奏了死亡的哀悦 比尔割下对方的耳朵 算作呵呵战功 而其中 一个垂死之际的印第安女孩 却成了白人发泄受欲的碎瓦盆 麦克南强迫失魂落魄的赛多 放下圣人情怀 与自己同流合污 何必须要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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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可怜的印第安女孩 赛多伸出手 并咬着牙 结束了她屈辱的生命 全鸟第一回 似乎在为不幸的人们 唱着最后的玩歌 三人在海水中 浸泡着罪恶 随后又在沙滩上 惬意地烤火 却没有看到 从远处破镜的危险 只见一群持枪的士兵 不由分说 控制了三人的视听 为首的军官马丁 态度强硬地表示 讨厌不速之客 但是看到了英国人麦克南后 反倒是多了一点容忍 麦克南适时地 报上梅先生的名号 可是马丁 却对着所谓的 土地战友者不屑一顾 随后又出乎 三人意料地 请他们到自己的营地休息 与其说是邀请 不如说是 破鱼枪支的威逼 塞多远远地 看着喝酒的三人 既来支 紫安支的比尔 劝麦克南喝上一杯 放松放松 马丁看到麦克南的 私人制服后 云淡风轻地 揭穿了他的谎言 他根本就不是 大名鼎鼎的中尉 不过是一个 信口开河的谋生小兵 随后 麦克南便猜到了 眼前的军官 正是苏格兰皇家军队 第一营的马丁上校 他为此申表庆幸 而马丁上校 则品味着麦克南 不卑不亢的谄媚 提议让三人 在他的营中留宿一晚 以为占到便宜的 比尔连忙复合 甚至在马丁的 再次邀约下 他还滋生了 背靠大树 好乘凉的打算 可就在比尔 咒骂不识趣的麦克南 是卑鄙无耻的 英国红猪后 马丁上校一个起身 干脆利落地 给了比尔一枪 他怒吼 身为苏格兰人的麦克南 应当有点自尊意识 但他依旧没有放弃 让麦克南留下的意图 可麦克南依旧用身份命令 请求马丁的谅解 威逼不成 马丁便高呼一旁的普亚 准备色诱眼前的酱骨头 燕迪亚女人普亚 在连声呼唤中 难以置若罔闻 她拿着手里的石刀 坐在了马丁身边 便在马丁的问询中直言 自己不喜欢麦克南 但马丁却依旧 穷追不舍的盘问麦克南 妄图侵占他的心理防驱 可马丁接下来的话 让麦克南感受到了危机 马丁一敢生气凌人 诚恳地告诉麦克南 自己根本就不喜欢 这些原住民 即便是有点姿色的女人 也难以入他法眼 因为麦克南有着 更高雅的品位 在囚房中 马丁笼统又细腻地 盘剥着麦克南的身体 普亚尝试着 与忧心重重的塞多搭话 他将印第安人独有的石刀 送给了塞多 为了补偿麦克南丧命的队员 马丁允许普亚 与他们一同离开 七年后 梅先生的女儿 演奏着《月儿天籁》 歌词中乐题的小马鞠 似乎带走了 梅先生奋进的余力 明显衰老的他 甘愿沉浸在这份宁静中 只愿将过往的一切 完美嚣张 但是维库纳先生的到来 让梅先生一家人排斥又惶恐 在智利建国一百周年之际 他被委派到最边远的地方 体察国民的真正需求 可梅先生却对他的神圣使命不屑一股 因为他不是第一个来此的政府官员 而他的前辈们 无一例外 都在此留下的臭名昭著的行迹 他们用荒凉岛 饥饿港 来定义这个充满生机的土地 可是维库纳 却毫不留情地提醒梅先生 这些称呼中暗含着边地的穷乏艰苦 也暗示了这里曾经发生过人神共愤的罪行 关于早已去世的麦克南 真理杂志曾用一篇长文报道他的恶行 他曾毒害一头隔浅的鲸鱼 而这鲸鱼的肉 却毒害了一百名印第安人的命 梅先生却在维护麦克南的本质工作 而良善自己 相对于那些 他也照顾了更多的印第安人 让他们有饭吃 有活干 有地方睡觉 他的女儿更是愤愤于 维库纳用狭隘的城市观 剖析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维库纳难以压制 对血腥和杀戮的指责 你们口中所谓的深厚情谊 就是靠贱卖他们 来让他们有饭吃 有活干 有地方睡觉 梅先生的女儿 急需恶狠狠地质问他 如果不是父亲费尽心力 收复眼瞎的蛮荒 他又如何能够以止气势地 光临着最后一块净土 维库纳被怼得哑口无言 随后跟着梅先生上了二楼 他提醒梅先生 不要把吃相做得太难看 毕竟我们都是这个年轻国家里高贵的孩子 所以给印第安人应有的体面 更加便于建构智力的政治美学 维库纳见到了赛多和普亚 在赛多的口中 他得知了麦克兰荼毒印第安人的详情 麦克兰曾以和平为幌子 用鲸鱼宴请印第安人 可他却趁着印第安人醉窝在夕阳里 开枪杀死的三百场美梦 维库纳希望赛多和普亚 可以在录像中表示 乐于融合进这个年轻的国家 他们穿着精致的衣服坐在房子前 膝盖前的小桌子上摆放着下午茶 赛多按照维库纳的指示端起了茶杯 可普亚却坚持着自己最后的倔强 他的眼神木讷 鼻息粗重 他紧咬着牙齿 用最后的尊严拒绝着维库纳的精心安排 胜利者要把历史修剪成符合审美的长青术 只有安蒂斯山脉 挤得星红的剑塔和杀戮 最后在庆贺 直立建国百年的宣传影片中 根本就没有 这对处于边缘地带的夫妻 Rosa请不吝点赞emo Rosa请不吝点赞衣 Rosa empir人 lobby 中文 Vitamin показыв只有 shape 中文vic 动作 vine